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贪心的教训》 这个故事还是关于我们村一个叫王光华的二赖子的 二赖子这种称呼是指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青年人 王光华也不下地干活 平时就是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去帮个忙 混个烟酒吃喝 没事就在村边看人下棋打牌 他这人不光懒 嘴还不好 俗话说关棋不语 可他不得一边看着一边给支招 我说你能不能消停点啊 关棋不语你懂不懂 就是这棋是你下还是我们下呀 臭棋篓子还不让人说呀 招得下棋那些大爷个顶个的烦他 你要是不想看 那就上别处去就你们那臭手 我还不想看呢 有受不了他的就往一边撵他 他自己倒不觉得招人烦 那边下棋地撵他 他一转身又奔着打牌的去了 你们听说没 西山大坟内住了个打狐狸 我二舅 还见过一次呢 个头可不小呢 说有那么一天呢 王光华看着别人打牌 那几个人说起了西山大坟里住着一只大狐狸的儿 这西山大坟呢 肯定是在西山上 至于是谁家的坟 那就不知道了 说是在坟窟窿里住着一只大狐狸 有年头了 一身火红的上等虎皮能值不少钱 有人动了心了 可也有人心存畏惧 因为狐狸这种东西斜尽得很 又是活了许多年头的 弄不好 狐狸逮不着 还惹得一身骚 不是有那么勾化吗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打牌的几个人都打消了抓狐狸的念头 可王光华却惦记上了 他只身来到西山大坟 藏在一棵大树后头 往大坟那看 他想看看大坟里 是不是真的住着一只大狐狸 这回他也有耐性了 从上午一直守到了太阳快下山 才有了动静 就见大坟的一个窟窿里 果然钻出了一只大狐狸 瞅着那大狐狸的个头 还有一身皮毛 王光华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那只大狐狸周身火红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王光华没敢惊动那只大狐狸 悄悄地回到了家里 盘算起了怎么带那只大狐狸 他听人说过 狐狸皮伤了坏了就不值钱 得下套子才行 他以前没少套兔子 对于下套的手段还挺在行 他摸清了大狐狸的行踪 选了个合适的位置下了套子 然后抱着一根棍子 躲在了一棵大树后头 也不知守了多久 竟然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被一阵稀疏声给吵醒了 王光华寻生望去 不由地喜出望外 那只大狐狸被他套了个正着 正在苦苦地挣扎 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一回 就发现套子松了 大狐狸眼瞅着就要在套子里挣脱 王光华怕到了嘴边的肥肉丢了 情急之下挥着棍子从树后冲了出来 眼瞅着打狐狸脱困要跑 他抡起棍子就砸了下去 这一棍子正砸在了狐狸的大腿上 大狐狸惨叫一声 拖着断腿进了坟窟窿 王光华追了过去 可为时已晚 大狐狸进了洞 没了踪影 王光华只能妄动兴叹 气得直拍大腿 又走了一会 不见有动静 这才一步三回头地回了家 到了家之后 他先是辗转反侧 怎么都睡不着了 肠子都要毁清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狐狸皮就到手了 王光华抓心挠干地 实在睡不着 又扛着棍子去西山打坟 瞅一瞅 想办法带到大狐狸 他正心里盘算着 往西山打翻走呢 突然发现林子里 有一间小屋子还透着灯光 这西山他虽然不常来 可也不记得有那么一间屋子呀 出于好奇就凑了过去 走近一看 听到屋子里有撩水的声音 秉息宁气 怕窗户这么一看 鼻血差点喷出来 就进屋子里 放着一个大木头 有一妙龄女子正在沐浴呢 那女子似乎发现了 王光华偷看自己 不休也不怒 反倒让他进屋 别光在外面看 近来霸王光华打了三十多年光棍 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艳浮 色迷心窍地进了屋 直扑的女子而去 可他刚把女子抱在怀里 几个手持木棍的大汉就破门而入 说是王光华私闯民宅 调戏良家妇女 欲情不轨 给她来了个五花大绑 压到了门外的树林里 绑在了一棵大树上 王光华先是解释 后至哀求 可那几个人根本就不听他说 还说什么要给他一些教训 说完话 为首的那个人 抡起棍子就砸在了王光华的腿上 卡巴一声就把他的腿给打折了 痛得王光华一下就昏死了过去 一直到天亮 有村民经过 才把他弄回了村里 村里人听说了他的事 都说他是得罪了狐仙 被狐仙教训了 王光华不甘心 在家养了些日子 等能下地了 又拄着拐杖来到了 他偷看女子洗澡的树林 可那树林里 哪有什么女人和小屋 只有几只大大小小的狐狸 见了他 窜到了林子里 朋友本期播讲完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